我們來看這個是CS5 那跟CS4還是蠻接近的 那麼你Face打開之後 其實它的東西差不多 你看有沒有時間走 那你演出的就有舞台 所以事實上你要做飛機就等於你是在當導演一樣 那這些都是你的角色 所以圖層在這裡 那麼你看到右手邊這邊 它的工具箱在這裡 有沒有也不算太多 那還有一個它比較重要的觀念 就是圓件庫 因為圓件庫本身的話會怎樣 序碑免費 這是圓件可以重組使用 不會增加檔案大小 那我們在搜尋裡面 系統所有東西都是圓件 它會知道怎麼轉成圓件 那在搜尋裡面你就必須要自己去決定 那 每一個物件的屬性就是由上面這邊來決定的 好有上面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CF2的界面 有沒有 差不多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打開 你看 我們在這個 剛剛我們Lesson2 有一部分沒講 我們後面再做Lesson3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這個 哪一個好呢 我們先看竹葛動畫 先偷看一下 好 你看這個 有一個 這個 對不對 好 像這樣子 你如果把它 這個 我用 你看我用脫衣的 可不可以這樣打開 都一樣 有人搖頭 應該是可以 有沒有 但是對你會發現說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情形 你如果是Photoshop的也好 Photom那個也好 或者Word也一樣 如果你再這樣沒有一些 退出字型 這邊沒有的話 是會出現一個頻道 這邊有一個字型它沒有 所以它會有一個頻道 有沒有就進來 有發現了嗎 像這樣子 所以 最準的 有沒有 這個叫關鍵格 好 這叫關鍵格 安心挑戰了 所以我們在Fresh裡面 是像 跟我們剛剛說的 十五曲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只是說它畫面 現在 你會覺得比較複雜一點點 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 把這個段話做完 好不好 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做出剛剛那種效果 加拿加急 加拿加急 對不對 好 都可以 那我做 我先做一次 給你參考一下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特殊字型 所以我剛才都選上 裡面有沒有一個CVC 字型呢 有沒有通通都是人 對不對 所以我只是會用字型而已 你按右鍵 你會 我看一下 這個的話 不行 來 我把它複製一下 字型各位會安裝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到哪裡 到我們這邊 好 到這個 這個C槽 有一個Windows 也有一個叫Windows 裡面有一個叫FONT 有沒有 字型就是放在這裡 所以你就把它丟進去 貼上 Consol教育貼上 有沒有就安裝了 好 現在我再重新把我們的 vlog打開 你會發現 那我進去就可以看到正確的 現在我把這個打開 有沒有 沒有出現那個頂帶了對不對 字型有的 好 那怎麼做動畫呢 我假設有開一個新的 223都沒有關係 好 你現在看 你看右腳邊有沒有文字工具 嗯 好 點到它之後 你拿這個屬性看一下 它預設的字型有沒有 在這邊 你看我們剛才有裝一個字型叫SWIFT F title的 看到了 在這裡 所以我把字變大一點 用拖曳的 點一下 走路一下 這樣不就走出來了嗎 如果用照尾 會把人照尾 這樣有鏡子 這是一個字型 這好像你在握的有沒有插入過一本東西叫特殊符號 只是你的特殊符號都是單一個字 我們這就是連續動作而已 這樣清楚了嗎 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事實上做段話 你有時候可以找到一些小技巧 可以就是加快那個速度 好